而外交部长人选是大爆黑马 有线人的驻印尼代表杨敬天出现 国安人员透露说 行事低调不外出风头的杨敬天 对政坛来说或许是一个新名字 但是却是外交体系长期重用的熟面孔了 这一次受到了马英九的青睐 主要是来自于前国安会秘书长丁茂石的极力推荐 除了省级考量之外 地域业务的精力完整 是他最主要受到推荐的原因 他就是以黑马之资成为新人外交部长的杨敬天 杨敬天在九号晚间搭机返回台湾 面对记者询问杨敬天相当低调 代表待会是回家吗还是要回布里呢 回家啦 回家啦你们怎么辛苦 杨敬天1942年7月1号出生 张化仁省立台中师范学校政大外交系毕业 之后到南非约翰尼斯堡金山大学 攻读国际关系研究所 他曾在台湾的电视公司工作 1971年进入台湾外交部 曾担任驻澳大利亚代表 驻爱尔兰代表和非洲外交部司长 现任驻印尼代表 就是这样丰富的外交经验 让杨敬天出现 欧部长的部分没有谈到 欧部长的部分因为是外交 通常不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域 所以我有联系啦 但是我知道他坚决的希望能够离开外交部的这个岗位 那么我也跟总统报告 但是欧部长的确实质疑非常非常坚定 欧宏列的坚决请辞让杨敬天有机会入阁 这个结果虽然让人感到意外 但杨敬天在外交部打滚了将近40年 这回被点名出任外交部长 也总算是能好好发挥他的外交专长 出正新闻台北送福岛